要说德云社前两年最火的演员是谁 大家第一个想到的一定会是岳云鹏 一手五环让许多人都认识了那个渐渐的岳云鹏 但随后的几年 岳云鹏孙岳并没有什么代表作品 也被郭德纲调侃为前两年最火的演员 但在今年的春晚舞台上 岳云鹏唱火了一首歌 春节期间手机里放着翻过了一座山 越过了一道湾成了时髦的象征 也让岳云鹏火上家伙 自从火了之后 岳云鹏和孙岳基本上除了拍戏上综艺之外 他们演出的舞台都是德云社的大型商演和他们自己的专场 特殊情况之下 大型商演和专场也很难 不过郭德纲和岳云鹏已经开始空降小剧场 岳云鹏已经和俩徒弟上小局刘晓婷合作过 在德云社小剧场的节目单中 也能看到岳云鹏和孙岳 17号和18号也有两场演出 虽然很少出现在小剧场 岳云鹏孙岳两人也不是最佳状态 但德云女孩听相声 终于说相声演员的人品 只要是岳云鹏说的相声 观众都爱听 自从出道以后 岳云鹏一直保持着林飞闻的好演员形象 从一个小保安到春晚常客 岳云鹏无论是从台上还是在台下 一直保持着平易近人的一面 岳云鹏的人设是最真实的自己 岳云鹏跟师兄弟在一起吃饭 从来没有让师兄弟请过客 郭其林曾在采访中说过 吃饭喜欢跟岳云鹏一起吃 这样师哥不会让师弟掏钱 在德云斗销社第二季第二期中 岳云鹏看到上九溪 杨九郎等人在吧台结账 主动走过去了解情况 并且把他们消费的账单结了 岳云鹏在师兄弟中间的口碑也是很好的 受到大家的尊重 2021年岳云鹏第一次上台演出 他出现舞台的形象让观众大吃一惊 岳云鹏竟然把自己的头发剔成了光头 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然后没多久 岳云鹏的妻子发布一个短视频 岳云鹏的坐姿很像美人鱼 没法好好坐着 让大家知道了岳云鹏身体出了问题 岳云鹏已经病了 还不忘上台演出 这样的演员是不是值得喜欢 在手术后还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岳云鹏就开始空降小剧场 为两位徒弟捧根 为了加紧熟练相声舞台 为观众奉献好的节目 岳云鹏带病上台演出 在之后岳云鹏的回忆中 这场演出的过程中 伤口还有点疼 在跟刘晓婷的演出中 大家记忆深刻的一句话 二哥您能别让舞台震吗 如此也能看出岳云鹏很热爱相声舞台 就算是拍戏上综艺 岳云鹏也说过相声是他最后的退路 一有时间就空降小剧场 带病也不耽误演出 近日岳云鹏也再次跟老搭档一起合作 岳云鹏和孙岳每次只要往台上一站 可以说就能直接燃炸全场 现场的控场能力也很强大 而岳云鹏只有跟孙岳在一起说相声 心里才是踏实的 这种踏实就好比冬天把秋裤塞到袜子里面的那种踏实 观众对岳云鹏和孙岳的喜爱程度 也能从现场感受到 他们在台上唱歌的时候 台下几乎都成了碰根 岳云鹏在台上跟观众的关系 就好比是一个远方的亲戚 虽然不经常见面 但是见面之后就感觉很亲切 观众把相声的好坏抛到一边 能跟远方的亲戚见面就已经很高兴了 然而他在台上还会逗你笑 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观众把相声的好坏跟演员的人品结合到一起 岳云鹏的相声和人品都是一样的好 有次在台上因为超时被主持人打断演出 岳云鹏因为不舍当场泪崩 现场的粉丝都是各种心疼 17号演出之前 岳云鹏还特意在网上发了条动态 看来对他来说 最开心的应该就是站在相声舞台上 享受在舞台上的那种感觉 这样的岳云鹏 观众怎么能不爱呢 岳云鹏说相声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过 听岳云鹏说相声终归是他的人品占了上风 我们欣赏岳云鹏在台上的作品 更欣赏他为人处事的方式 我们听相声听的是故事 收获的是人心 最终归于演员的人品 岳云鹏是相声和人品一样好的相声演员 岳云鹏